現在的時間是6點04分 非常非常的早 然後今天大家看標題應該就知道了 沒錯我要去日本找我哥了 YES 但是這個是我哥完全不知道 我哥完全不知道我今天 我要突然突擊我哥 所以是一種小驚喜吧 我是8點多的飛機 然後我哥明天應該3點多應該回到家 因為他今天有上班 我就是在那個之前在他們家樓下等 因為他們家樓下很像有那個密碼 所以我才可以進去到那個大廳 所以再看看看著辦 我一次都沒有去過他家 一次都沒有 但是我媽呢她有跟我講他們家的地址在哪裡 所以Let's go 今天是防守室人超多 現在是已經排到L字型 然後我在尾端 啊 OK大家我現在已經搭上飛機 也坐好我的位置了 就交給時間 帶我到福當吧 現在的時間12點半 其實比我預計的還早 我以為大概出來是1點 因為如果太早去 我也在那邊就是待等在那邊而已 所以我想說先去吃一點東西 我有查了一間鬆餅店 所以我想說先過去吃那個鬆餅店 喔我真的好期待我哥的反應 其實還蠻近的 所以我就想說大家計程車了 現在我在尋找我的午餐中 我看到了 白金茶坊 欸好像蠻多人的 感覺要等超久 我旁邊都是在等待的人 我好像來到太有名的地方了 然後我一個人在這邊 很像有點小孤單 老實說 每個人都是兩個人 兩個人進去 但對 沒錯我就是一個人 跟一個行李箱 這個就是他們家最有名的 這個鬆餅 大家這看起來超好吃 好療癒喔 我的這個是期間限定的 草莓口味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他們的草莓很像 哈根大士的草莓 味道 好 我現在我已經到 他家 對面的 停車場 所以基本上 我哥如果 等一下從這邊經過 甚至從那邊來的話 應該是我會看到他 但是因為我這個前面有一個 自動販賣機 所以我現在是 躲起來的狀態 但老實說 我覺得 他的反應 我覺得應該會蠻 淡定的 我在想我等一下 我到底要 直接叫他 還是直接跟他一起走進去 還是要 哇 等等一首 好難喔 沒關係 看著辦 大家我跟你講 我這個時候真的很討厭我自己 因為我在這種很緊張的時刻 我的肚子會很痛 然後我也想大便 然後這邊又是住宅區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大便 所以 現在我就只能 夾著我的屁股 等我哥 希望他可以趕快回來 等下 等下 我剛剛看到我的肚子 我剛剛把頭探出去 我剛剛看到我的肚子 發給他送那邊 他送那邊 第四次 雖然 現在 appa 他 過程 很害怕 像太可怕 這邊是遮擾的 żeby我到處理一下 我這裡的攝影 怎麼可以組裝 但我們令大家穿成了 因為他會在穿上 但我現在在想 我發現也被摘成了 真的是 《很有風險》 可惡的方法 可惡的地方 Yuoちゃん 在後面走路 相機跑路 好像在貼圖 久不見了 我叫我媽去 我來什麼事 我沒有思考 我沒有思考 大家我現在來到虎哥家了 我第一次來耶 味道很香 味道超香的 我開動了 這是補錄嗎 哇 畳部屋 畳部屋也有 真的嗎?Yu-chan 今天Yu-chan在這裡 你知不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嗎? 什麼時候? 12時的飛行 所以十分 11時到達到 這次飛行的飛行的 我怕別飛行的 恐怕的 我真的想到 我始終生於飛行走 你初出現了 但我始終的 初出現了 你一直在飛行的 是你好去的 選擇的 我先早就在一旅餐店 是來吃飯 其實 是嗎?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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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瞬間 マジ ヤバ 我們現在來到了天神 然後這邊是我哥帶我來逛 我哥哥其實沒有很愛逛街 但是他知道我很喜歡逛街 所以他就帶我來這邊 然後我發現這邊真的是超級多店的 而且真的是很漂亮 有一點像那個東京的銀座的感覺 但是我這次來呢 沒有抓太多預算要來寫屁 你平常常來這裡嗎? 完全不會 完全不會喔 欸這間Bland East New York是那個 我在銀座買衣服的那個地方 但真的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狂下雨 我哥說這兩個禮拜都沒有下 完全 然後是剛好我來的時候 然後 就下雨 真的是很衰 而且很像明天也下雨 而且很像明天也下雨 很像也是下雨 OK 好強一點 太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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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家裡 你怎麼可能 坐在家裡 我們嗎 是不是 你嗎 我 他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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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五次五次 好 我們兩個好看 我們是最好看 我們最好看 我們都是朋友 大家都在吃 很難吃 很難吃 我們來吃一間壽司店叫做 然後這個是日本很有名的壽司店 他們是這樣畫的很像那個台灣 台灣要點滷肉飯的那種感覺 哇 看起來超好吃 好 醬油的醬油 今天變得很甜 很甜 超甜 很濃 嗯 嗨大家早安 現在已經是第二天 然後我是預計明天就要 飛往台灣了 真的就是超級快散 我就是為了要給我哥這個很大的 算是小二枕 也算是一個驚喜 然後今天我又失算了 我以為我哥今天是休息 但是他今天有上班 所以我現在就一個人在家裡 然後我睡到十一點十二點 現在已經快要十二點了 所以真的是有點浪費時間 都飛來了 但是我覺得我這次來這邊啊 比較沒有那一種旅遊的感覺 感覺是 喔來找家人 所以我就想說就是放慢腳步 然後我等一下呢應該會蠻想要去逛一下 走走逛逛啊 像昨天那個天神其實蠻好逛的 然後我現在我的手 這樣子 因為打到保齡球 我的那個指甲裂掉了 喔真的是 那我現在想說要等我哥下班吧 我哥就是一樣三點 在那個之前 現在大概還有三個多小時的時間 有時候自己去逛逛自己去探索一下 到地鐵中間比較溫暖一點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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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隻好可愛喔 你看它裡面是長這樣子 雖然沒有人 但是 也好 我剛剛真的是很衰 真的是 真的是衰 然後我來吃的這間叫做 一隻 是那種有點像小飯堂 我現在超餓的 真的是剛剛衰到 好第一個它下雨 第一個下雨就有點煩了 然後呢 我今天去的 今天定時 他們沒有信用卡 剛剛我也點完餐了 所以那個很尷尬 你知道嗎 我已經點完餐了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做 但是我馬上一回頭看他們的櫃台 是沒有刷卡機的 我就想說不太對勁 我就馬上跟他們說 如果沒有的話先暫停 就確定不要做 然後我跑到附近的銀行 我說我要領錢 那我要換錢 把台灣幣換成日幣這樣子 後來他就說 我們這一間是沒有 沒有辦法換台幣 所以你可能要去到另外一間分店 那一間分店就很遠了 那我總不可能 然後我就是下雨當中 那個時候雨下最大 下雨當中我又回到那邊 我就說不好意思沒有了 第二間 第二間 第二間我就去到另外一間茶坊 結果呢 慢慢倒了 然後現在就來到這間 來到這間飯堂店 然後我哥他在30分鐘 他就要下班了 我真的是光搞一餐 我怎麼可以搞那麼久 我原本還想說 可以去逛一下 蛋 但沒關係晚一點再跟我哥好了 他這裡面應該就是有 spam還有蛋跟炸蝦還有塔塔醬 我哥在裡面 我哥在裡面 黃家奶茶 大家我買了一個 Chrome Heart的戒指 我的人生第一個戒指 日本這邊的Chrome Heart 貨真的很多 就是跟台灣的Chrome Heart 很像不一樣 因為連店員也有講說 其實很多人會來到日本買Chrome Heart 所以我想說就是買個紀念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要有一個戒指 但只是一直不知道說要買哪一家的 然後剛剛有經過 所以想說就買起來 小湊 大家現在呢我哥等一下我們要去公園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那個Netflix最近很紅的 就是韓國的實境秀影片 就是有一百個都是壯漢 他們就是在第一關的時候呢 就是他們有把自己放在單槓上面 誰有辦法在那個單槓上面撐最久 誰就是第一名之類的 就是有這種實境節目就是了 我給我哥的offer就是說 獎金二十萬日幣 代表台幣大概五萬塊吧 這個是我是主辦單位 所以我哥要撐十分鐘 那先說的條件 唇臭要放在單槓上 對 唇臭要放在樓盤上 唇臭要放在樓盤上 像是阿斯利人一樣 用力要放在樓盤上 要放在樓盤上 OKOKOK 大家我們要開始了 呀 哈哈哈 yo スタート 然後下面是一坨水 你看看 沒有 哈哈哈哈 腿已經沒有了 哈哈哈哈 你不能動手 動手 動手 他剩六分多鐘 代表說 三分多鐘 對 因為我在那個影片裡也是看 很多人三分鐘四分鐘就差不多掉了 大家我現在我要來吃我哥哥超級推薦的 這應該是餅乾的夾心吧 你看 超大的 欸 美味耶 ヴァニラが美味 這個台灣應該沒有 超級好吃 很推 他的香草香 非常的濃郁 これくらいだっけ 110 二十幾塊而已 二十幾塊而已 ちょっとありみして 大家我哥啊 他很喜歡吃這一個 我吃了一個 可是我就覺得他就是 把 就是圓形草莓 他不是加工的 他是圓形草莓 冰在冷凍裡面 結果我一開始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想說 應該沒有人會拿這個吧 結果呢 下一秒我哥就把手伸進去 然後我哥說他已經回購超級多次 但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很像在吃冰塊的感覺 但是我哥就超級喜歡 我還有另外一個 登登 然後我在看這個的時候 我哥就跟我講說 那個超好吃 我想好 那我要來吃吃看 他這個真的就是巧克力耶 沒有講真的 會覺得 這個就是一般巧克力 他的巧克力 就是那個 在超商在賣那種 一片的 一片式的那種巧克力 我認為就是 超級脆 這次我也沒有買 真的很多東西 但是我有買一個 Chrome Heart的戒指 對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一個戒指 因為我很喜歡項鍊嘛 然後我也很喜歡手環 然後我想說 欸我是不是 你知道我飾品控 是不是應該也要 開始拓展 我的這個戒指 的這個collection 我買的戒指 欸 你看看 這個包裝 我有一臉嚇到 這個包裝 我有一臉嚇到 來來來 呀 哇 這是我哥幫我挑的 然後這個尺寸呢 是可以在這個 這裡 然後我就說 欸這個會不會變婚戒 他說婚戒的話 是另外一隻手 這個如果這邊還有一些飾品 應該會真的蠻好看的 這個退完稅的話 是8萬塊日幣 所以大概是 1萬8左右 買了 但是 這一間有點小 它就只有一層樓 所以沒有看到 我原本想要買的東西 但沒關係 我想說在明天 機場應該也可以買一些 伴手禮回去